他的单拳暴击点满直 被他打中就会像车祸现场一般 他的比赛如同古罗马斗兽场 时至今日已有41名拳手倒在他的铁拳之下 欢迎回来我们上期介绍了维尔德唯一一次失利 对阵泰森复礼的比赛 今天来看一下属于维尔德的十大高光时刻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充满杀气的拳王基本情况 维尔德1985年10月出生 他拳击生涯的开启充满了些许无奈 维尔德身高2米01,臂展2米11 最初他的理想是进入好的大学 在橄榄球与篮球领域有一番成就 2005年维尔德的女儿出生患有先天性脊柱裂 再加上他糟糕的成绩迫使维尔德放弃了他的爱好 2005年10月维尔德第一次走进天空拳击馆 20岁在教练杰伊迪亚斯的指导下正式开始练习拳击 泰森20岁的时候已经是世界拳王 而维尔德才刚刚开始练习拳击 由于是半路出家 所以维尔德技术看起来有点粗糙 但他还是凭借变态的爆发力与身体素质 不久后就在拳台上大杀四方 练习拳击两年就拿到锦标赛冠军 练习拳击的第三年就跑到北京奥运会拿了个铜牌 参加完奥运会立马改打职业拳击 然后挥舞着大刷子 一口气打出了40连胜 人物基本情况介绍完毕 结合实战案例 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经典赛事回顾 维尔德十大经典KO第十位 2013年4月27日 维尔德迎来职业生涯 第一场三星级的比赛 对手是全坛老将奥德利·哈里森 奥德利·哈里森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冠军 也曾与大卫海耶争夺过WBA世界拳王头衔 这是一场12回合的较量 但是比赛刚过一分钟就草草结束 维尔德的后手重拳把哈里森拍到围身边 用狂暴的组合拳把对手揉成一团 哈里森狼狈的抱头防守 迎来裁判的独秒 维尔德的表现如同失控的野兽 虽然哈里森坚持继续比赛 但是裁判奥康纳独秒到8后还是终止了比赛 乱拳打死老师傅 四天后 哈里森就宣布退役 维尔德时大经典KO第九位 视线拉到2012年的洛杉矶体育竞技场 维尔德对阵凯尔文的比赛现场 凯尔文身高也达2米 比维尔德中了20磅 维尔德此时25战全胜 对手13战全胜 虽然是一场无关头衔的10回合全赛 但总会有一个人会迎来职业生涯首败 这也算是一大看点 维尔德的比赛 操是真的操 刺激也是真的刺激 手持黑色拳套 如同手拿两块大板砖 鬼知道下一秒对手会不会被他拍倒 第三回合 维尔德一记后手重炮命中 板砖入鞘 完美收官 自信回头 对手凯尔文眼神发直 无力起身 裁判白手示意 终止了比赛 维尔德十大经典KO第八位 2019年在布鲁克林巴克莱中心 13180名观众的面前 维尔德迎接布雷泽勒的挑战 一看就是课金玩家 入场的时候 维尔德依旧秀了一把自己的豪华装备 他的对手布雷泽勒迄今为止已经两次挑战重量级世界冠军 KO率高达9成 20场胜利中有18场KO取胜 比赛开始后 布雷泽勒率先出手 打得更主动 也更有压迫性 首回合刚过一分钟 维尔德的气势盖了过来 过肩大摆拳 从上往下砸 重量级拳王争霸赛上出现如此粗犷的打法 除了维尔德仔细想想如今也没谁了 布雷泽勒也挺夸张 身高胳膊长 也抡了两记大摆拳 还了回来 随后 布雷泽勒有打后脑的嫌疑 受到裁判的警告 高能也在警告后 随之而来 现场传来一声沉闷的撞击声 布雷泽勒被后手重击倒地 得手后的维尔德 华丽的转身 裁判见布雷泽勒摇摇晃晃 随后终止了比赛 并第一时间把布雷泽勒保护起来 维尔德也凭此拿下第41场胜利 补充一个支线剧情 话说布雷泽勒之前还打过一场冠军赛 输给了跟维尔德齐名的约书亚 相比较约书亚用了7个回合击败了布雷泽勒 维尔德仅用时不到一个回合 维尔德与约书亚的比赛一直备受期待 很可惜二人越吵越糊 时至今日还是丝毫没有眉目 维尔德时大经典KO第7位 这场比赛 维尔德迎来了一位成名已久的前辈 白俄罗斯选手利亚霍维奇 绰号白狼 白狼早在2006年就成为世界拳王 得的WBO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要带 不过白狼夺冠后就基本告别自行车 时隔数年白狼已经变成维尔德的挑战者 比赛开始后 双方均没有退缩 用刺拳开始试探性进攻 维尔德的身高臂展具有碾压的优势 首回合刚刚过半 维尔德的重拳再次接管了比赛 连续两季前后手连击 第一拳击退白狼 第二拳结结实实命中下巴 白狼倒地后身体一阵乱颤 比赛就此结束 维尔德的拳力道刚猛大开大合 当然很多人更愿称之为王不拳 放眼望去满眼都是体育天赋 维尔德十大经典KO 第六位 2013年10月26日在新泽西州大乡城 维尔德迎战尼古拉费塔 伴随着小吉米莱隆熟悉的豹木 带着青铜面具的青铜轰炸机出现在擂台之上 维尔德比对手轻了近30磅 身高臂展却全面占优 比赛开始后尼古拉化身愤怒的小坦克 双方没有碰拳 尼古拉直接往前压 强攻维尔德 想来一波乱中取胜 还用一记前手拳打退了维尔德 尼古拉的进攻看似凶猛 可惜持续性不强 仅仅一分钟后就哑火了 场上的主动拳慢慢回到维尔德这边 首回合刚刚过半 维尔德前后手连击奏效 尼古拉迎来一次独秒 慢动作来看 维尔德的后手拳打空 造成独秒的仅仅是那一记前手 其身后的尼古拉打得依旧很高 后果就是往前压的途中被摆拳命中 迎来第二次独秒 尼古拉坚持继续比赛 首回合较量 还是有惊无险的度过 不得不说 尼古拉是条汉子 往后两个回合被打得伤痕累累 被连打带推差点摔出擂台 也没有要怂的意思 肉顿够厚 对得起他的体型 比赛的高能发生在第四回合 尼古拉被摆拳命中后横向移动 维尔德顺势跟进 一记结结实实的后手拳 直击尼古拉的脑门 尼古拉顺势倒地 裁判简单查看后 联邦白手叫停了比赛 这场比赛之后 尼古拉再也没有打过比赛 在维尔德的职业生涯中 令他最满意的击倒是哪一场比赛 冠军赛中他又有哪些生猛的表现 时间的原因 下集视频会继续回顾 维尔德十大经典KO 下集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